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果菜完 摆放去盘中 豆豆蒸好了 拿出来放碗中 用擀面杖 捣成泥 碗中放一点生抽 加一勺盐和蚝油 红椒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放入茄子里面 老汤包起来 铺上一个盘子翻过来 放好粘锅再蒸15分钟 时间到 倒出粘出来的水 然后取出来 另起锅 炸点花椒油 花椒炸糊了 捞出来不要 放两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 加入适量的清水煮开 茄子上面放入葱花 跟葫芦葱菠菠菠蘿 倒入 atm汁 一道美味的土豆泥蒸切子 就做好了 吃起来口感鲜香 美味可口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欢迎点赞短发评论 再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